音樂 再來來到UIS21之前其實是在UIS127公典 那時候其實是一個也是搭在一個工作室裡面 然後有劇團然後有建築工作室還有其他不一樣的團體 我其實覺得很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跟很多人一起動作 所以那樣子的環境其實覺得可以互相討論很好 可是漸漸久了之後開始有自己的業務就會覺得 就是一邊如果在討論事情的時候如果真的在畫圖就會受到干擾 後來大概待了一年之後就會希望說那是不是要另外去外面找一個但獨立的空間 然後剛好21他們在徵選那我們就來投 就是看到他們其實是不一樣完全不一樣的工作空間 是每一家公司它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工作空間 但是在公共空間上面它其實是可以互相串聯 所以我覺得那或許這樣的工作環境對我來說是比較好的 就是最後進來大概有兩 等於是有三個是建築都市背景嘛 那一個服裝設施其他都是產品設計 那在我原本的就是除了事務所之外的另外團體是甜甜全文創 其實我們也是比較雖然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公司 但是就是其實大概每個月都會聚會 然後去討論一些我們對於設計的一些想法 所以就覺得在這樣的空間可以再遇到不一樣的設計工作 其實是還蠻好的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會有一些策展的機會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每年不一樣的策展主題 或者是對於城市的議題 可以再把這些不同的設計工作者再串聯起來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 其實只是一個其實點 就是你可以透過不同的設計師再認識更多不同的設計師 比如說設計師連線他們就更多的設計師群跟著他們的串聯 然後或者是工業設計師他們其實也有不同的交流權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基地點再去了解不同的設計工作型態 跟交流的機會這樣 之前在荷蘭念書的時候其實是有看到很多 他們其實是從工作室然後甚至到他們的產品線 就是都是在一起 那他們就是那樣子的工作室其實有點像21一樣 就是有點像水煮箱就是一間一間的 然後大家其實可以在某個時間看到這樣子的設計師可以去怎麼樣去製作他們的產品 然後甚至在他們是比較平面式的 可能是一二五工作室 然後在前面有其他的洞 然後在前面有其他的洞 他們是可以有販售空間 他們是可以有販售空間 或甚至是一個Display的一個環境 那我覺得從發想交流到創作到製作甚至到展獸這些 這一整個如果能夠在同一個地方裡面完成其實是 那當然不是說在一個獨棟的建築物裡面 但是他如果是在一個很靠近的一個區域裡面完成 我覺得那是還蠻好的一個環境 未來工作空間其實還是希望說能夠 因為我覺得由深入簡單 就是你從這樣子的工作環境再回到如果再只去租一個單獨的工作空間一定覺得非常的無聊 那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既然已經有這個基礎了 那幾個不同就是這邊幾家工作室可能會一起想要找一個大一點的空間 然後大家在一起share那個交流的機會